这个称谓吴先生,也许张小姐 当然还好没有什么,住在台北的吴先生 如果要这样的话,当然就多一个串,在串上,串在前面就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分两阶段 第一个是前面的姓氏,第二个是后面的称呼 所以第一个前面的那个,我们可以用什么,用Labs Labs 什么呢?这个文字里面的第一个字 Lambortress,一个字,所以你只要看懂前面的讯息 其实没用过的你大概也应该很快可以上手 所以学习函数不是死背,不是标准,它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所以你只要熟悉这些东西就可以了,OK,你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可是只有信,称呼怎么办呢? 后面你可以分两个阶段,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那如果你有把握的话,你可以加一个end符号 end是串接 那串接什么呢?串接那个if if的话呢,如果你要接在后面的话 那你就是,特别注意哦 再来第二次使用函数,请注意哦,不要再按插入函数 请你使用前面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如果你第二次使用的话,请你从这边,因为刚好有一幅 如果你使用这个地方的下拉清单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放在这后面 但如果你用这个的话,它会把它这个盖过去 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用法 也就是第二次使用这个函数的话 请记得前面的下拉清单 那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 下拉清单,if if什么呢?if,你会把if帮你加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自己手打 不过我觉得自己打有时候容易打错 你要不就用这个功能 那这个条件等于什么?等于男 假设等于男或等于女都可以 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啊 这个双引号可能要自己要打一下 你不能自己打一个男 因为只要是文字 或者叫字串 如果是男的话 那把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它就会逻辑是这一个 value就是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输出什么呢?输出那个先生 反之就是小姐 所以就输入 不过在这边 前后没有双引号 它比较贴心 它移开 它会自己帮你加 那这边就小姐 不过有一些函数 这个地方很贴心它会加 可是有一些函数 它不会帮你加 它不会帮你加的人吧 你自己要加 不然的话你最后会错误 因为没有加这个双引号 有加跟没加 结果是不一样的 OK 在也是有里面的认知 没加就错了 如果你没加 他后面 不过还好 他这个视窗 会有一些错误提示 不过他这还蛮贴心 不加他就帮你加 要看确定 吴先生 下下填满 OK 自动就判断了 当然你也可以再想想 比如说住在台北的吴先生 那你在这边再串一下 前面再串 自己打一个住在台北的 有没有 然后再and 所以你可以这个就可以这样 双引号 这个是额外的 住在 后面的话就是and 串接 串接什么呢 这个 再and OK 特别知道 这个and一定都必要的 这个是一个文字嘛 然后串什么 串这个 住在台北 少一个的 的的话就是 再双引号 的 然后这边再串 反正的话 只要自串前后 一定都要这个东西 这个有点像是 那个火车跟火车 连接器嘛 这个叫连接 连接符号 and 连接符号在 isail里面 跟VBA里面都一样 都是这个and OK 打勾就可以了 基本上应该打勾之后 是否还不错 那个and 要放在这里 然后 这个 这个 ok 这个and的位置 ok 所以要记得 小心打勾 好 这个时候呢 宽度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向下填满 放开 有没有 住在哪里的 什么 所以基本上 可以做得很复杂 甚至这个观念 跟VBA 有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很多客服 客服人员 其实背后都是电脑 很多客服 你问问题啊 在网络上打是问他问题 他其实看你的观念 是回答你一些问题 他从资料库里面 帮你捞答案给你 你以为跟实际上 真的人在对话 其实不是 他后面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程式撰写出来的 ok 那当然会大大 节省很多人力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一下 主要这个 就是 这个姓氏 前面这个东西 是额外的 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